今年夏天,梅西离开巴黎生软慢,加盟曼阿密国际。 在巴黎两年,梅西屡屡遭到法国媒体、法国球迷的批评和质疑。 7月14日,前法国国角特雷·泽盖为梅西发声, 炮轰法国从来都不知道,欣赏天才。 45岁的特雷·泽盖虽然出生在法国,但成长在阿根廷。 足球生涯代表法国队出场71次打进34球, 拿到1998年世界杯,2000年欧洲杯冠军。 职业生涯末期,特雷·泽盖在阿根廷的合床纽维尔老男孩效力, 接受ESPN采访时于特雷·泽盖谈到梅西的话题, 前法国巨星捍卫梅西,法国从来都不理解个性, 从来都不懂得欣赏天才。 我相信,很多法国人对梅西不须约感到厌恶, 在各个层面上,梅西都给巴黎带来提升足球水准, 品牌形象俱乐部声望,法国几乎没有这种级别的巨星。 在法国,对梅西的批评之声铺天盖地, 尤其是一些曾经的球员在电视台工作, 总是对梅西吹毛求疵。 好在我的一些好友,比如亨利, 一直捍卫梅西,捍卫天才,捍卫足球的魔力。 在法国想要承认天才的伟大, 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特雷·泽盖没有点名, 但球迷会想起罗腾。 罗腾曾是前法国国长, 销利过摩纳哥,巴黎生日尔曼退役之后, 罗腾在电视台担任足球解术嘉宾, 他是批评梅西的极先锋。 特雷·泽盖继续盛赞梅西, 梅西是了不起的巨星。 这两年,梅西的贡献写在数据74场32球35助攻上, 成为巴黎生日尔曼最重要的球员之一。 对于如今的巴黎生日尔曼, 特雷·泽盖给出不错的评价。 巴黎引进如此多的优秀球员, 目标自然是夺得欧冠冠军。 姆巴佩·内马尔被推向转回市场, 这证明俱乐部策略的转变, 想夺冠不是堆其球星就能完成的。 巴黎有很好的教练, 能与年轻球员相处融洽。 在足球世界中, 一个人的力量往往无法与整个团队的力量相抗衡。 然而,有一个人却是一个例外, 它就是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 前段时间, 梅西与巴黎生日尔曼的和平分手, 转头美直连的事情, 引起了全国足球界的广泛关注。 而在这期间, 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为梅西说话, 甚至包括一大帮法国现役或民宿, 比如格列兹曼、 亨利和近期的特雷·泽盖等人。 国际很多球迷都不禁要问, 为何所有人都在声援梅西? 诗人皆知,梅西的足球才华是无可生意的, 他拥有出色的技术、 卓越的视野和超凡的得分能力, 这些都使得他在场上无所不能。 在他长时间的职业生涯中, 为巴塞罗那、巴黎和阿根廷国家队创造了众多精彩瞬间, 也为球迷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因此他的足球才华得到了足球界的一致认可。 梅西的另一个巨大优点就是其整个魅力, 这也是他得到支持的重要原因, 他始终保持低调、谦逊的态度, 对待每一个比赛、 每一个队友都充满真诚和热情, 他的职业精神和对足球的热爱是许多球员和球迷所敬仰的。 此外, 他还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和忠诚的伴侣, 这些品质让他成为了无数人的榜样。 在巴黎时期, 梅西面临的最大挑战, 来自球迷眼中的他对团队的贡献。 在一个团队中, 每个成员都需要承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以便整个团队都能取得成功。 在巴黎圣日尔曼期间, 尽管梅西在球场上表现出色, 但他并没有完全融入球队的整体战术体系。 为了球队的整体利益, 梅西选择与巴黎和平分手, 这一决定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支持。 法国民宿特雷·泽盖对梅西的支持尤为坚定。 他认为, 梅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 他的离开对巴黎生日尔曼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但是他爱理解梅西的决定, 并赞赏他为了球队的整体利益而做出的牺牲。 特雷·泽盖认为, 作为一名球员, 你必须承担起团队的责任, 而梅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此外, 特雷·泽盖还强调了梅西在球场外的影响力。 他认为, 梅西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球员, 还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巨星, 他的言行举止和行为方面都会影响到年轻的球迷和球员。 在这个方面, 梅西的表现也是令人钦佩。 他始终保持低调和谦逊的态度, 对待每一个球迷都充满热情和尊重。 这种正面的影响力也是他得到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梅西与巴黎圣尔曼的和平分手虽然令人遗憾, 但也是足球世界的一部分。 这个决定对于球队和梅西本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我们无法预测梅西未来在麦阿密的职业生涯会怎样,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他的才华、 人格魅力和对团队的贡献将继续得到人们的支持和赞赏。 在2022年世纪杯上, 梅西向世人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冠军球队, 也证明了为什么自己会被称为球王和GOT。 他的足球才华、 人格魅力、 领导力, 以及他对国家的忠诚和对足球的热爱, 都让他的队友对他充满敬意。 而这种尊重和团结的精神也正是阿根廷在比赛中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 只有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才能够战胜各种困难, 取得最终的胜利。 很快, 梅西就要正式地亮相麦阿密国际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观看梅西的美直连首秀了。 梅西已经离开大巴黎, 离开法国, 他也取关了大巴黎, 正在美国准备签约、 官宣亮相和首秀。 虽然梅西离开了大巴黎, 但世界足坛仍然在计较大巴黎和法国亏待梅西的事情, 连法国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所以有些法国民宿会出来声援梅西, 比如亨利, 比如特雷泽盖。 根据7月14号的报道, 法国民宿特雷泽盖接受采访救声援梅西, 抨击法国。 他认为法国从来不能正确地定位球员, 比如英超、西甲和翼甲, 甚至德甲、法甲差很多, 法国不会欣赏天才。 他认为大巴黎无法留住梅西, 会让大部分法国人感到愤怒。 梅西是可以质变联赛水平、 形象和声望的人物, 法国失去了梅西以后再也很难得到这个级别的超距了。 特雷泽盖还表示, 法国国内的抨击特别的苛刻, 他们不只喷梅西, 谁都会喷。 他说亨利和利扎拉组这些法国民宿会维护梅西, 会维护这样的天才, 这样的足球魔术师, 法国要消化很久才知道应该珍惜梅西。 特雷泽盖表示, 姆巴佩就说得对, 法国足球已经没有形象了。 特雷泽盖认为姆巴佩这样也证明他认可梅西。 特雷泽盖最后用自己的语言歌颂梅西, 表示梅西天赋非常强, 他过去两年证明自己是大巴黎非常重要的球员, 不过这里比较保守了。 梅西在大巴黎上赛季就是大巴黎最佳球员, 也是锁定金球奖的世界第一人。